譬如說我可能下個月生日 但是我生日那一天被Bross了一個長班 但我已經跟我很重要的愛人就是 講好一起過生日了 怎麼辦我那個長班又沒有人要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你就裝病 第二個 其實你可以偷偷的在那個黑市上面 把他賣掉 黑市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在我身旁的是 我是John 阿泰跟他拍完影片之後 受到超多人的來信說 我們好喜歡你們一起講喔 而且我在台灣也沒有其他空不願的朋友 可以跟我一起講 因為大家都太害怕他們的公司會抓他們了 很嚴格我們就是很open mind 而且我們很多同事他們自己在影片上面 他們就直接穿著制服然後講 真的假的 很多每個都有 可是他的封面罩就直接穿制服 就放制服的照片 然後有的還會就是甚至就是拿了相機 去那個機長室裡面拍 在機長室裡面拍 在機長室裡面拍這個是完全不能拍 不能拍 不能拍 他們不是放在YouTube 他們是放在那個Instagram上面 可是其實在我們都是不行 我們都不行 我們都有耶 大家都大棒特棒啊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們就是美國合作公司啦 Oh my God 然後你們公司可以有副業嗎 完全可以有副業 每個都有副業啊 天啊 這樣子 心情太低是不是 不是我們時間太多 我們公司是不給我們有副業的 是不是亞洲全部的人都不能有副業 因為有副業就譬如說你去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會影響到公司的形象啊 嗯...因為我們本身公司行用都不太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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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就無所謂 你就到一個頂了 你知道嗎 好可憐喔 我們公司是不能有副業的 但是他也只是說說 因為畢竟國態有點大 太大了 抓不到 所以其實沒有那個心思去做這件小事情 但我知道就是 XXX很XX 會特殊間嗎 嗯 花花跟綠綠 花花跟就是制服很醜的那一間 嗯...沒有啦 我覺得女生很漂亮 人很漂亮 對 但是制服就是你們自己也知道 嗯... 就有一點點... 好 Anyway 這兩間呢 他們就是很嚴格 如果你稍微當一下小網紅 也不行 只要有人舉報你或怎樣 你就會馬上接到公司的電話 那之前不是有那個華航淋衣生嗎 但應該是公司model team的 但是他後來就還有上節目啊什麼的那些 他已經會了吧 喔 他應該會會之後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因為我身邊有 所以我知道他們就是很嚴格 甚至他們如果去看一些直播平台 一期那一類的 都會被公司抓去警告 我不懂為什麼欸 因為你又不是穿著公司的制服 在做這件事情 但你私底下如果去做一些就是 比較不好的事情 譬如說搶劫之類的 好像不會去搶劫 對不起 空姐搶劫 是霹靂椒嗎是不是啊 就是 或者是去做一些 贏會的生意 喔 或者是賣什麼 原汁內褲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是 欸很多人 我們同事很多人跟我講說他們有在賣 不是說賣什麼 他們在賣他們的原味 絲襪 我跟你講 我們公司也有 超多 重點是還有人問我們可不可以賣 你很值得問啊 很可以賣啊 拿我的給他吧 可是我的腳真的很臭 我真的認真我腳不是一般的那種臭 就不是一般的臭 就是我的臭已經就是 你的臭可能就是 你在飛機上面可能在登機口就聞得到那一種 就有點雞眼 而且重點是它就是honey的味道 這 不是honey的腳錯味嗎 甜甜的耶honey 嗯 你呢聞聞看就知道囉 好沒關係 但我現在腳錯好一點啦 好像話題外 那我們這個副業的話題呢 改天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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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跟他就永遠講不完的東西耶 我們今天其實要講的是 換班制度 喔對 剛剛一個聊一個話題就帶掉了 從原資內褲到換班 沒錯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就是在跟大家講說 我的前東家我之前的公司 他們是怎麼換班制度嘛 那每一家公司都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來問一下John說 你們是怎麼換班的喔 我們換班就是 你們需要換班嗎 我們需要換班 我偶爾還是需要換班 譬如我說飛到一些很偏僻的城市 或是我本身很不喜歡飛紅眼班機 我超愛耶 我知道你很愛 但我非常恨你 為什麼 你是老人嗎 因為我就很注重睡 我需要那個beauty sleep的一個人 睡眠對我來講是很重要 所以我必須要就是可以晚上睡覺 觀眾應該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飛紅眼班 那這個東西就是 紅眼班是我們一個名詞嘛 那就是小教室嘛 我喜歡飛紅眼班 那John的反應會是 紅眼班 紅眼班 紅眼班是怎麼了嗎 很累耶 因為紅眼班就是 其實紅眼班很輕鬆的一個班 愛的人愛死 愛死跟恨死 因為他恨的就恨在你 因為你晚上的時候 你沒辦法睡覺 然後你必須要一直保持著 是清醒的狀態 沒錯 然後愛的人會愛的原因是 因為客人一上去就是 很乖 然後一坐下來 蛤 除蟾都亂出啊 先生要吃嗎 先生 蛤 蛤 哇 上去一直錄一陣子 車子從頭開手耶 真的直接吹過去不用停下來了 都不用理他們 乖乖睡覺 所以愛的就是很愛恨的很恨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飛一次紅眼班 我可能回到基地之後 我整個白天都來睡覺 我覺得那一天白天都沒了 因為我白天喜歡去運動幹嘛的 所以我就不喜歡飛紅眼班 那因為紅眼班有一個好處就是 譬如說我11點59分 去report 去公司 那這一天都算我是on duty 所以我過一分鐘之後就是隔天了 那這樣就算了說 隔天也是在工作的情況下 那等於說後面他會再給我休息時間 譬如說再放個一兩天這樣子 對 所以就等於說你11點59那一天是block住的 然後隔天也是block住的 所以就等於一次工作了兩天 但其實你11點59分只工作了一分鐘 沒錯 然後重點是呢 因為我們就是紅眼班隔天 其實我到香港的時間 就會晚上飛出去嘛 我回家香港時間可能是半夜的4點 喔 OK 凌晨4點或者5點 所以等於說我回家差不多睡到10點鐘 我其實也是有一個5、6個小時的睡眠 然後我隔天就是一整天又是free 然後再隔天又是free 那不是很輕鬆啊 因為你回到的時候那一天其實你還是工作的狀態 就是工作的 那一天還是block住的 對對對 所以就看你自己對哪個比較在意啦 在飛機上根本就是沒有人跟你講話啊 大家都睡死了 也不用去服務人家 他不會以為有人按鈴耶 你知道白天班那個鈴 你知道上面那個鈴全部都是 超級像是聖誕燈一樣 都放眼睛 他死亡啊 那你最喜歡飛哪一個班 我最喜歡飛哪個班 因為我們在美國是 我們飛國內飛機的話 是一天可能會有三個班 這好像跟你們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們已經是國際班嘛 然後國際班就是one way一個班 然後就休 或者是一個班然後就turn around對不對 我跟你講 像港龍就是附在我們鄉民 他們也是就很辛苦 對一天要飛很多對不對 我們像那樣子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一天飛很多的意思嗎 就是說因為美國很大 然後美國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的距離中間 可能只要一個小時的飛行時間 或兩個小時的飛行時間 但是如果你一天只飛一兩個小時的話 你也持續沒有辦法達到那天的需求 所以它就會變成說你一天 可能你飛到這個城市之後 然後你停個一個小時 然後再飛到另外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叫lake 我們就叫一個腿兩個腿 我們就說我們今天飛兩個腿 今天飛三個腿 就學到了 對我們都會說one leg two leg 然後所以我通常喜歡飛two leg 然後三天的班可能就是兩個腳 兩個腳兩個腳 我最喜歡飛這一種 我沒辦法飛一天三個腳 我一定要兩個腳以下 那我看誰一個腳 我們叫sector 喔sector 那我們叫sector 一個sector兩個sector OK 基本上因為我們公司算是 就出去一次 國際 就這樣子 對你們是這樣 沒有別的很簡單 他們那個很辛苦 對所以因為很辛苦的原因是 大家不喜歡飛國內搬機的原因 是因為你一天可能飛兩個腳 或三個腳 你就中間都有登機跟下飛機 這個時間的錢是不算的 登機下飛機那個 你知道你要直接說 啊陳先生歡迎登機 歡迎登機 謝謝 歡迎登機你要講六次欸 你飛三個你講六次 喔 不只講六次每個都要講的 來 一個飛機上面好幾百個人 我們就要說歡迎登機 歡迎登機 沒有門口 對啊我們都要講的 就是登機要登好多次 那個很煩 而且時間超久 然後他最容易延遲了 沒有錢 而且沒有錢 對延遲的話時間也不算 沒有錢 所以我們公司大家都喜歡飛國際 就是像跟你們一樣 就是只要飛一個腳出去 然後就結束了 我覺得是我們自己這間公司 最好的地方其中之間 因為我其實覺得 國際行動出來的人 好像都會蠻驕傲的 嗯 我不知道其他人會不會 但你有感覺嗎 我有感覺到 因為我認識一些台灣的公主 然後聽一聽 比起來我覺得好像你們公司 我覺得比較像美國的公司 比較自由一點 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比較自由一點點 對 限制沒那麼多啦 嗯而且給的薪水是蠻好的 那我們現在所講的是我在職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現在他們好像又改制度了 所以後面的話我就不太知道了 畢竟蠻多自己的朋友也是 離開了公司這樣子 這麼開心幹嘛離開 結婚喔 就 後面來聽 最近他們又換制度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講說 我在任職的時期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 有情有理 就是還真的蠻不錯的公司這樣 是一個值得留下來工作的一個公司 沒錯 那換班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班 我常碰到人家 譬如說會不會有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請問你是飛國際線還是國內線 基本上香港都是國際線喔 因為香港你怎麼去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啊 搭車就可以到囉 沒錯喔 不用坐飛機吧你們 我們不用啊 除非飛大陸啦 對不對 大陸才是港網 會 沒有我們也有飛 你們也有 但是我們永遠都是 一趟出去一趟回來 對 但是你們公司有分 誰是飛國際線 誰是飛國內線的嗎 我剛進公司的前兩年 還有分國際跟國內 就是如果你是國際的那一邊 你就不用飛國內 然後如果你是國內 就不能飛國際 這很公平喔 對啊所以有些人就飛不到國際 怎麼飛都飛不到 但像我們會講第二語言的話 一定就是被分到國際的 語言很重要 語言很重要 英文 你們有另外一個才華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說英文嗎 真的 但後來我進公司之後 的那一年 就開始變得說不分國際 國內 所以大家就是 你可以飛國內也可以飛國際 但是這個時候就要看你的資歷 美國的公司跟亞洲不一樣 是我們是按照資歷來分你的班 我選過喔 對如果假裝你飛十年好了 我飛五年 你可以先選 這樣 所以十年的人他可以先選班 然後他選完班之後拿著 等一下再給你吃 我就是吃剩的嗎 好可憐喔 就吃剩的囉 這個東西好像 我們就真的 大家都是一樣 自己不能選班 你們不能選是不是 我們都是公司 Roster給你的 每個月的 然後15號還是16號 我真的有點忘記 Roster就出來 所以每個月15號還是16號 我們就12點8 趕快用手機開始看 然後看自己拿了一副什麼牌 然後之後就趕快把那一個換掉 你不覺得這個公布班表 我覺得只有我們航空業 會要寫這個刺激度 就像前一天晚上都會在等 就是開牌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開牌啦 你就很 也就很像你去賭博 對對對 然後你就看哪錢 你先瞇一下 沒錯 然後就會看什麼牌 然後一看到很多sector 就心裡就先量一下 我如果每個月的班表 如果都是三個角三個角 我一定把它換掉 所以你們也是可以換班 你們換班有quota嗎 沒有沒有限 隨便你換 我們就五個 我們只能換五次 而且你剪剩下 你要怎麼跟人家換啊 沒有但是你知道我們公司 很多老媽媽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50、60、70歲的那些老媽媽 他們不非常毒 有的人不非常毒 所以他們就會選 國內的簡單的班 然後也許有剩的國際 我就可以剪掉到國際 那這樣還不錯欸 或者是這些老媽媽 假裝我跟你有私交 嗯哼 然後你可以拿 喔 嗨 Jon 你知不知道我還有巴黎 巴黎 我還可以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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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也需要我 你想要去那裡嗎 你知道嗎 我會去那裡 我全部都拿走了 OK 你給我什麼 就是一些錢 沒有啦 就變成說 假裝我跟他有私交的話 我們兩個可以私底下換班 OK 所以我就會標那些 他喜歡的國內 然後他就會標 我喜歡的國際班 然後我們在私底下換班這樣 講到私底下換班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我剛剛就想說 問一下Jon 你們有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其實呢 啊 這個東西我之前都沒有講過欸 嗯 來來來來來 講出來講出來 欸 因為這種東西公司是 不贊同的 但是呢我們會有一個 小小的留言區 那個留言區是 密密麻麻的 換班的東西 那這個換班 並不是一般的換班 而是會付出一點點錢的 譬如說 我可能下個月生日 但是我生日那天 被Ross了一個長班 對 但我已經跟我很重要的愛人 就是 講好一起過生日了 對 怎麼辦我那個長班 又沒有人要 因為它是印度班 哈哈哈哈 就沒有人要怎麼辦 對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你就裝病 第二個 其實你可以偷偷在那個 黑市上面 把它賣掉 黑市 也就是說呢 譬如說 你這個印度班 它可能是三天的 那你可能一天加了一千塊 港幣 我們講港幣好了 那三天呢 我就打它加到 三千塊 港幣 就是九千台幣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 我就會打那個密碼 我就會說 call at 幾點 譬如說 8pm 八點的話就是 八零零零嘛 對 就是八千 噢 八千塊嘛 你可以說 call 8pm 或am 然後後面打你的 whatsapp的號碼 請他撕你這樣子 哇 反正就是這種 私底下黑市交易的感覺 對 那你就是 把錢給人家 那個班就換走了 所以換班的這個人 他不只拿到他飛你班的時數以外 他還會多拿到你給他的小紅包這樣 天啊 爽啊 沒錯 可是就是情急的時候啊 對 就真的是你不小心 真的重要節日被排到班的話 欸但你可以在重要節日 你可以說 對你可以block那一天不要飛嗎 我們就是 你現在是一月嘛 你可能可以block三月的 那也是一樣 一年你也只可以block幾次而已 蛤 然後每次一天 你一個日間block一天 但是我們有那個annual leave啊 幾天 21天 OK 還不錯 你們幾天 我們是按照你的年資 你要好像第一 我沒有年價 我們很隨興 要飛就飛 因為我們美國公司就是 所有都是你的班是自己排的 就是表示說 你飛幾個小時 你就拿幾個小時 你的意思說就是自主性要很強就對了 對 如果你想要賺多一點 你就飛多一點 如果你想要賺少一點 你就飛少一點 你可以自己去安排你的班 所以像你剛剛說 你一個月只能block一天off 我們其實是 像我比較少 我飛比較少 所以我可能一個月班表 我就block14天 我覺得我一半都不飛這樣子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飛 然後我就會 這個女生好像傻眼 14天嗎 就一半 公飛一半然後修一半 我喜歡這樣 就很彈性 所以就變成說 那你修這麼多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休息那麼多 但是你的壞處就是 你的薪水就是少 就是低 你們Basic是多少小時 我們應該一個月就是75個小時 我們是70個 我跟你講 是嗎? 你兩個航空很可憐 Basic好高的小時很辛苦 不是 像我們就沒有規定 我們是70個 如果你沒到他一樣付70給你 你有種能夠飛多低 你可以換得到 那我們沒話講 我可以ziehen一點 我都飛的 你進去 我都飛了 我都在飛了 你沒進去 我都飛了 我都飛的 你再飛聽 我都飛了 回來了 我都飛了 我都飛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